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萧元君 欢迎收看优旅游 带给您最优质的旅游好去处 拜访欧洲华丽又沧桑的百年历史古堡 是许多人的向往 其实在加州中部的盛西盟 也有一个与世隔绝的美丽古堡 那就是赫世古堡 今天优旅游就要带您一同探访 这座位于山顶又可远眺太平洋的顶级豪华古堡 赫世古堡其实并不太老 历史并没有超过一百年 但是在金氏世界记录中 记载着它曾经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私人住宅 同时又包含了一个世界最大的私人动物园 在1919到1946年之间 美国报业大亨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聘请了女性建筑师Julia Morgan 用了3000万美金盖了这座庄园城堡 而在同时 金门大桥也大约是用了3000万美金建筑而成 这位城堡的主人 不仅创造了当时美国最大的出版和媒体帝国 也从世界各地购买了各式珍奇古董和艺术品 这些收藏品许多就在古堡内 如今这座神话般唯美古堡成为加州州立公园 至今已有数百万游客来此参观 如果您是经由加州46号公路来到赫士古堡 路上有许多酒庄值得您停留品酒 如果您选择的是经1号公路来此 那海岸的美景也值得您驻足欣赏 驱车来到了赫士古堡山下 可以进入游客中心 但如果想要一窥古堡的神秘 只有参加导览行程 透过专业的解说 才能进入这座花了28年建造的古堡 参观赫士古堡有许多条导览路线 最受欢迎的路线是Grand Rooms Museum Tour 随着导游 游客尽情地想象自己是古堡主人的宾客吧 我们仿佛走入时光隧道 到了周末假日 好客的古堡主人迎接了他尊贵的客人 大家在混合着欧洲与地中海建筑风格的豪华庄园中 打撞球 游泳 骑马 欣赏电影 观赏丰富高价值的艺术品 这些艺术品包括挂满墙壁 描述当年法国皇室古老故事的法国古董壁坦 古堡虽大 但餐厅只有一处 晚宴时分 主人可以看到他所有的客人 大家一起享受着美食 兵煮敬欢 度过美好的假日 在导览活动结束后 何时古堡的花园 雕像 唯美壮观的游泳池 都值得您一边散步 一边细细观赏 花园中环绕着弯弯去世的小镜 小镜旁繁花盛开 还有充满风情的棕榈树 花园中有一尊尊饶富趣味 充满艺术感的雕像 其中一尊是有悠久历史的埃及女神 古堡唯美壮观的户外游泳池 是以罗马神话中的海神来命名的海神池 海神池的神殿有一座17世纪意大利海神雕像 和古老的罗马大理石柱 古堡还有一个室内游泳池 有罗马神话人物的雕塑 和贴有金箔的玻璃块 在夕阳余晖中闪耀着光芒 更是美得令人平息 离开古堡前 别忘了站在花园中吹着微风 远眺壮阔的太平洋吧 赫氏古堡是到加州中部闭坊的热门景点 游览门票常常都很早就销售一空 如果想要参加古堡导览的 建议您要事前上网购票哦 今天的优旅游就为您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